類似這樣的大小 不過現在卻出現 整整插了八倍 彷彿被小叮噹的放大燈照過 直徑三十八公分 巨舞霸可頌 領起來比手掌還大 拍起來有夠可愛 可頌率先在韓國爆紅 海外展店現身台北 引起風潮 一堆人頂著艷陽冒汗排隊 定位開店秒爆滿 有人更誇張衝著這塊 清晨卡位搶頭箱 昨天就來了 昨天就來了 那你今天來第二次 因為昨天就是可頌沒有 它很大 沒有看過那麼大 就是來常見 昨天早上最早是五點半 對 我們第一班上班的時候 它比我們的第一班還要早 巨舞霸可頌 不拆賣 套餐外加正常版Size的可頌 和一杯鮮奶油卡布奇諾 一組要價七百八 Bosho大家接受嗎 因為國外來的 有它的價值 要吃了才知道 那你挑七百八 你會不會就算了 如果跟朋友吃應該還可以 價格可以接受 還行 蓬鬆可頌吃膩了 可頌壓到極致扁 厚度僅0.5公分 蜂蜜韓國創新吃法 口感變得酥脆 除了原味巧克力 主打台韓融合青蔥口味 接受程度也很高 應該是青蔥的扁可頌 對 那你知道它是從哪邊 引進來台灣的嗎 應該是韓國 因為想說看起來很特別 想要來吃吃看 對 而且看起來很酥脆 台灣兩大超商也跟上 鞭可頌流行 鞭可頌唾手可得 一塊銅板架賣到缺貨 時尚寒流吹進台灣 已經成功製造話題 第一新聞請下位 余佳慧 許王採訪報導